但是打这场比赛之前 你会料想到自己竟然地面也占优势呢 当然了我就是要说我地面不好的给我闭嘴 因为他很快就要迎接我们第二次的对决 今天王冲打这场比赛 然后顺利签约UIC 他是女版佩雷拉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跟舍武勤科在我们中国是打完一场比赛 然后那场比赛其实子弹姐舍武勤科他是非常不服气的 他是认为我们中国有内幕 所以说他是退出中国 然后转战中欧格斗 我们大家都知道王冲他其实是练义三打出身 然后他在三打领域可以说是大满贯 他是跨界打中欧格斗比赛 然后在首回合以地面降伏的方式赢得比赛胜利 然后其实现在王冲他直言像佩雷拉那样直接是一年打四五场比赛 直接是干到冠军 王冲他是1992年出生于辽宁省庄和市 然后他是32岁令一三打出身 三打的赛场上拿到过冠军 全国冠军世界锦标赛冠军 是目前我们中国三打60公斤级别最具统治力的一位选手 然后他是打替拳现在转战中欧格斗 他在打败对手之后 他直言很快就要跟社会琴科打二番战 然后这场比赛其实也是非常有看点 但现在目前的话 就是王冲要 就是在这个营量级要打出排名 才有机会跟子弹姐打比赛 子弹姐他是非常喜欢跳舞 在出场或者是赢得比赛胜利之后 就是现舞一曲 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子弹姐受情歌是前UFC女子营量级的世界冠军 然后他目前在UFC营量级是排名第一的位置 然后其实王冲他也是非常有实力 从踢拳跨界到拳击 然后的话再打综合格斗 横跨三个领域 然后他在前两个领域的战绩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再来见证一下历史 如果他综合格斗 也是能够拿到炎量级的冠军的话 也是非常厉害的 其实很多我们中国女性 也是受到了战维力的影响 都是征战在UFC的擂台上 目前的话他已经是签约 这个综合最高的综合格斗殿堂UFC UFC官方要求是无偿战绩 但是由于王冲他的冠军获得次数太多 所以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手 现在王冲他也是迫不及待 想让白大直接是把合同拿过来 当然现在已经是签约了 王冲他的对手是 毕鲁鲁的一个选手叫保拉卢纳 他的年龄是34岁 然后这些战绩是五胜两负 他的这位对手也是偏战力的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子弹姐 师父亲哥和王冲 他们就是在我们中国空中决打的比赛 他们两个都是偏战力 但是以最后降服的方式赢得比赛胜利 也是出乎所有大家的意料 王冲其实他是想和 师父亲哥打二分战 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就是想拿到 赢量级的世界冠军 好了可以看到他们两个进攻 都是非常凶非常猛 金国不让须眉 这些是黄牌警告 给了这个师父亲哥一个黄牌 然后就是因为这场比赛 他是非常不服气 所以说他是退出中国市场 一个超人权 其实从这样比赛可以看到 其实师父亲哥 他的表现是有点不太好 就是频繁搂抱 罗暴次数是比较多一些 在第三个回合 是找回了自己的节奏 王冲那些丝毫也没有中性 他是越打越聪明王冲 这个网络天还真不太好打 因为王冲的步伐很凌晨 技术也很不明 作为一个挑战者 今天王冲把自己的敢打敢听 包括三打这种快捷快捉 直接把包括的全马都打出来了 今天这个网络天打得过于保守 过于保守 基本上看不到主动进攻 那个差点上走好像有点问题 差点上走 你太先打过太拳啊 这个用走了这个有问题 这个现在练三打 这一般说拉开再说开始 而这个自由波及 毕竟他三年没有打过了 在这个比赛里面裁判是不喊说开始才能打 你推开就可以打 现在又是这个王子在这上不需要 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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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允许 这绝对不允许 这没规的 这是 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王同其实他的个性是比较张扬一些 也是非常期待他在UFC的表现 按照他说的这个比赛评次 应该是休息一段时间 马上就要开启他的下场比赛了 因为就应该这样 就是趁着自己能打的时候 然后多打几场比赛 多创造一些成绩 也是对得起观众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比赛结束 结束是判定王聪迎下比赛胜利